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9月10日 星期六 今天又是中秋節 呂王 就夾崩 令到 很多人都很懷念 呂王 尤其是香港人 因為香港人對呂王的那種感受 跟英國人是不同的 英國人是他的君主 香港人的心情很矛盾 曾經管治過香港 香港人 公務員就稱他為仕頭婆 因為出糧 其實不是的 出糧給他是香港 當時的殖民地政府 殖民地政府在香港收稅 實際上英女王就不是出糧給你那個 不過那些人習慣了叫他為仕頭婆 好像他是老闆娘 是香港的老闆 是英國的老闆 最終那個幕後的老闆 這個名字好像很親切 好像大家的關係很近 為甚麼香港人 會懷念英女王呢 當然原因就是 他沒有做壞事 當然有些傳言 說帶飛那件事 我們也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也不敢說是真 但是你看到英女王在位70年 對於每一個地方 他也是一種親善的大事的角色 而且態度也很親民 也不會看到他惡仰出來說一些 例如 沈國方 然後以前的張啟悅 現在的華春瑩 或者趙立堅 你不會看到這些嘴唸 或者習近平 說一套做一套 不會的 你看不到這些東西 西方的領導人 有些是會有醜聞 但是英女王基本上就沒有醜聞 從來的形象都是一個和海可親的長者 所以呢 我們會看到香港人是特別懷念的 尤其是 80年代有一套戲 叫做女王麥寧 當時就找了一個混血兒 扮英女王 好像羅蘭也扮過英女王 當時化妝也有幾分次 所以香港人對於女王 是有一種 特別的尊敬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女王 使得香港人很懷念 尤其是港英時代的自由 為甚麼 因為你看到 無論是英女王來香港 兩度訪港 75年來過一次 86年來過一次 查理斯王子 查理斯王子 和戴安娜 一起訪港 好像當時帶了兩個王子 當時香港還特意跟他出套郵票 而郵票也試過錯體 就是把他兩個陰陽片調轉了 令到一段時間 那時候很多人在排隊 去郵政局排隊買郵票 買船張 所以 英國的皇室 他們一直以來對於香港人 其實是有一種覺得 雖然是 大家身份不同 地位不同 他們也不會像一種統治者的角度 來俯視你們 看到女王來香港兩次 兩次周圍都是人群 沒有滑保鏢攔著 有些小孩在玩 大家其實是發自內心的 香港人 是很懷念那種自由 不像現在 五步一缸 十步一哨 基本上 方圓一公里 你也看不到他 是不是 大陸的領導人 上次習近平 串訪香港兩天 還要即晚回深圳住 第二天再來 根本就不是訪問 你也不是 當這個地方是你的人物 而那些 只是一群 被你統治的 一群 生厚 你完全不當他是人民 什麼叫人民呢 是可以大家近距離 跟這個領導人 或是 黃室人員 或是政府 你可以近距離接觸 是可以真的把你想說的話說出來 而你是不會遭到阻攔 甚至乎不會遭到別人嘔打 可能 之後事後會被清算 為甚麼香港人那麼懷念呢 就是這個原因 香港人 以前港英年代 民主的確沒有給你 但是自由 是給足 基本上 他也不會想一些影響你生活的事 盡量 你賺錢 賺到錢就交稅 不要犯法 基本上做甚麼都可以 在香港 以往 所以 培養了很多人才 出來 香港70、80年代經濟開始起飛 娛樂圈 紅霸東南亞 香港的電影 紅霸東南亞 香港的電視劇 全世界的華人都看 在香港的電影 現在看為甚麼 香港明星回大陸還有市場 就因為80年代影響力太厲害了 大陸看神雕 看射雕 直到現在還記得是黃一華 這就是影響力 香港的電視劇 深入大陸的民心 全世界的華人 包括在加拿大 包括在英國 他們當時就看香港的錄影帶 在香港的港產片看電影 大陸人也是 大陸人現在這一代都是看港產片大的 看香港電視劇大的 這個就是港英年代 賦予香港的那種自由 而這種自由 現在香港沒有了 所以 為甚麼那些人那麼懷念港英呢 是不是 我們現在回顧 以往香港那種自由的程度 說之前 記得支持6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依然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月費就是你經濟環境好的 就月費贊助支持我們Patreon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銀行 如果經濟環境不好的 沒關係 大家共度時間 用這個免費模式幫我們看廣告 將我們的節目share給你身邊的親戚朋友 我們有機會增加廣告收入 英雷王仿港銀 75年那一轉 他親自去嘉涵街街市 跟當主交流 其實是很近的 他旁邊那個 西裝有大眼鏡的就是梁定邦 梁定邦本身是大律師 也是港版國安銀行 區議會應該是區議會 港版國安銀行 好像是另外一個 梁定邦的大律師 港版國安銀行的樣子不同 這個就是 反警會那個 報紙有專訪他 說他當時就做翻譯 說呂和很親密 特意每一句說話都說慢一點 大聲一點 令到 翻譯的人容易聽得明白 怕聽不明白 英文也好 始終你是亞洲人 然後 當然他出秦的時候 有鐵馬攔住 但是鐵馬也好 他也會走過去跟市民 在一起 而且 不會好像 現在這樣 全部都是演戲的 以往他們挑選了一些人 當然會預先告訴你 叫你準備 撿得起你乾淨一點 別太離譜 但是 也是真正正正的採訪 又或者 真的是 去到人家民居探訪 現在不是的 現在呢 當時他探訪了 康文樓姓鄧的一家 這些是真的 不是假的 這是1986年 他也有去 看紅館 香港青年精英大會演 當時還是青年的成龍 中鎮圖 張學友 張國榮等等輪流去唱歌 張國榮是 藝人代表 跟英雷王握手 當然 張國榮先走了 英雷王也走了 我們看到那麼多的照片 看得出 他是去到 其實 外國人也是這樣的 你在英國 隨時你也有機會就看到黃色的人員 因為他 他也是會有生活的嘛 不會說 預先封三條街 是不會的 我們之前看到黃色的馬車呢 我們坐車都經過白金漢宮附近 看到有黃色的馬車回逐 可能可以裏面也有黃色的 subscript 裏面也是紐人員md probably maybe è curb 裏面可能可能會是旅王 他只是數個好燈 那就從當年就會在網絡 看新聞會看到 菲立親王還沒有過身的時候 他自己可以當車 也試過撞車 幸好上次 沒有撞到人 你會看到 那種 親民的作風 基本上就是平民 跟普通人差不多 只是皇室而已 而跟中國的領導人完全不同 現在香港政府也一樣 每一件事都緊張得不得了 因為他知道自己作了案 例如林鄭 如果沒有保鏢埋身 誰敢自己一個人去街市 是不可能的 當然你的女王也沒有一個人去街市 也有保鏢 但是那個情況是不同的 他基本上 是 對待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 你會看到他那種作風 叫做貼地 簡單點叫做貼地 而香港現在 不會發生這些事 官員出場 警察預先封路 然後 鐵馬距離十丈遠 你怎麼都看不到 他也不想讓你見到 大陸領導人就更加了 差不多一公里範圍要清場 最好就是對著空氣說話 你覺得完全不同 香港人那麼懷念這個 港英年代 以及懷念女王 主要 就是因為對比回現在 那種 極端的作風 香港 已經 不是再熟悉的香港 我們也覺得很可惜 竟然搞成這樣 一個這麼好的地方搞成這樣 這一節暫時說到這裡 兩次呢 對